那么多年下来以后 我觉得最优雅 最高级的治疗 就是推拿 它比中药 比针灸都要好 为什么 你看我们《黄金内经》里面 讲的养生的四个境界当中 第一个是导饮 第二个是按桥 吃汤药是最后一个 没办法吃汤药 为什么就是那个时候 王侯将相都要用按桥 现在我们叫推拿 以前叫按桥 按是用力按下去 桥是像翻腿的 把它翻上来 你要有下去的力 你要有上来的力 也就是一阴一阳 一声一降 这个都蕴含在这个里头了 有一个人他找我 腰间盘突出了 而且是确诊的 腰间盘突出了手术的 用手法给它推了以后 它腰间盘突出好了 过两天 他跟我说 奇怪了 我20年的老痔疮 不见了 没了 你在做推拿的时候 你不是在推它那一个点 全身在给它 疏通它的经络 然后我们的身体 是有智慧的 你有什么问题 它自身会去调解的 这个就是吸和 如果在锭误的 是的